MING PAO TORONTO 战斗机 欢迎来到 Jam in the Room 又到了战斗机的时间 我们有找个Base老师来说的自己的Base Gear 当然我们经常说吉他的Effect 经常说吉他不同的component 我当然也要找吉他手来介绍一下他的家当 今天请到阿Lok 大家好,我是阿Lok 我是Soul of Ears和匿名事件的吉他手 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对是玩Metal的Bang 一对是玩J-Pop的Bang 还有阿Lok 当时也玩Fusion 对,其实都涉猎了很多不同的种类 所以为什么找你来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 玩这么多不同种类 应该结他很不同的 还是有些结他是慢能一点 可以适应到你玩不同的东西呢 但是我们在这里说 因为我知道你今天也带了几枝结他 是 就是关于你最常用的几枝 或者是比较有代表性 你喜欢去用的结他 但我想问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好,你问吧 到底你第一支结他是什么结他呢 我第一支 我认真来说 我第一支应该是爱记来的 但刚才我有说过 我第一支是Toyama 为何 严格说是Toyama第一支 但我买了回来 当时在黄布帕斯 它有一些陈烈品 七百元、八百元 有木结他、电结他 即每个人的第一支 都应该是那个价位 对,因为我妈妈不理好 是的 之后我就试乱 外贸协会 其实我的样子 跟我现在这支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支Super Strat 都是一支Super Strat 24格我记得 是 但它有个Foro OK 买了回来 玩不够两个星期 其实Foro就飞了出来 真的搞不定 然后我才再买第一支 Evanus的GIO 新手套装 最新手套装 我记得我的第一支 就是左右 全个Tom Lee 只有一支黑色的SA 薄身的 你是弹左右 是的 因为我左手 然后我弹左右 它只有一支SA 是黑色薄身的 我突然想起 你说左手 但有些人左手也是小弹 没错 我当时被人倒了 咦 左邮吉他手 是玩左手吉他 其实不是 但选择少很多 当我玩了十多年之后 有人说每个都是一开始就练右手 是的 于是以后我买左手吉他 起码贵四十分 我记得 而且款式很少 如果2000元的款式 我起码都是4000元 是这样的价格 我听说你是 我第一个 我刚才知道 我之前一直不知道你是拿左手吉他 很少款 很少款 Tom Lee 可能有 不知道 你想想 Tom Lee 整个櫃在尖山咀 全部这么多的 display 可能有4、5G 还要是中价位 好少 通常都是Vender 因为它拼搏左腰 会买 都是最行的款式 最稳促 所以不用想特别 没人 不用想特别 我真的像左手 真的很奇怪 但Geo Ivanus 我觉得 入门都可以 入门是可以的 22架 然后 当时好像搬到Orang M 基本 然后可能都玩了一段 长不长呢 9个月左右 然后就买另一支 都是iG 当时看Paul Gilbert 买了一支 30 不不不 3000多元 我不记得是30 还是100 即是小提琴款 小提琴款 白色 然后有震备 你知道他用的那支 是Maple 颈 没有震备 我知是有震备 3000元印 即是他类似Junior款 他们通常都很有趣 无论是Joe Satriani Steve Wye 和Paul Gilbert 他都好像有三个价位 他有三个价位 Junior 555 5777 Paul Gilbert Paul Gilbert那时是少一点 好像是 两款 是不是 我那时没有那么多认识 只是看完Paul Gilbert 但看价位 应该是Junior款 都是Junior款 3000元 那你觉得手感如何 那支很好手感 而且它比较薄 它的NAC始终是一个比较薄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的 对对对对 因为同时 那段时间也很喜欢 那些X-Japan 那些东西 但你会问我 为什么不会买日本製ESP 是 因为没有钱 你去到ESP很贵的 很贵的 我其实那时小时候 见我师傅开的是Horizon 2 我是很梦寐以求的 是 但是说 而且它的NAC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 是反头来的 是反头 刀片头 很漂亮 那时我很想要ESP 然后 Fernandez呢 不行不行不行 接受不了 Fernandez 能不能接受到 Fernandez Fernandez真的不行 深深款 我那时虽然很喜欢Heden 但是我 不是 我是喜欢Parta多一点 接着我下一支 那是ESP E.P. phone 就是ESP. phone 但我买了一支 我自己觉得 买完后悔的ESP. phone 为什么呢 当时通理也还有ESP. phone 有E.P. phone 我那时就很心急 想买一支黑色的ESP. phone 但它刚刚中了三个Harmucker 其实我知道很噁心的 我买完后悔的 三个Harmucker是很噁心的 是 两个Harmucker 好像是一排的 是不行的 我接受的 OK 那有没有追回一支真正的Gibson 没有 我到现在都没有 都没有试过 因为 为什么呢 我就很想知道 中期有的 我觉得好像2011年的时候 201112的时候 是想买一支 嗯 但你说扮了ESP 因为我自己都很喜欢 ESP. phone 所以我当时就买一支ESP Soe 你看我用了很多年 我又10年早的Soe 我好像那支是09年 那支Eclipse Eclipse 一 还有一 后期那些Eclipse 全是一千 是Eclipse 用了很久了 现在就放了Bangfo 换了Pickup 即是Gibson 后期那时候 我不知道是否那期水浸 一三 一三开始 人们就觉得 它的木 不太好 是的 声音开始做工 都好像参差了QC 后期他玩了很多 有什么削 感木 又不知怎样 又会跳窗 变了Semi Hollow 也有很多奇怪的东西 接着我就没有看Gibson 因为那时我觉得 很喜欢Shading 那时很喜欢Gym 还是DT 所以一看就看Music Man 嗯 直接不浪费 就变了JP本 那时很想买JP 就立刻买了一支变色龙 真的JP 接着又再追多一支Majusty 刚刚出的时候 Majusty 第一代Majusty 第一代Majusty 但其实我觉得不一般 普通 JP号OK Majusty的电脑版很麻烦 OK 是的 电脑版很麻烦 我又没有试过 所以不知道 它弹上去是OK的 因为传统款 我觉得JP 原本未去Majusty之前 其实它的套路 都是一种传统 Strap 吉他 Super Strap 的感觉 手型 但Majusty 完全是 手带的东西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状 我刚刚买JP的时候 是超重的 我记得买了 15 我用了两三年都不停玩JP 即使我考试 到时候我19年考试的时候 都是用JP去考试 JP是真的很好受感的 弹过一些modern的东西 很好受感 后期在中间有隔隔集集 Polyphere 刚刚刚来香港 还未出现A27 还未有Signature Model 是 我不记得 你知不知道 有一次他在九剪 Music Zone 搞了一个 是 我记得他有搞过 不知17年 还是17年 所以他未那么潮 都潮潮一点 他未有来过 然后是类似吉他Clinic 有人举手问问题 是 然后他门口就放了 好像 那时还有一些RGP Station 是 那时我立即买了一枝 立即买了 我问他有没有这枝 然后我记得我朋友跟我说 不是 这枝会放回去仓 因为是被人看Diskplay 但我说立即买 你放回去仓 你立即跟他说 那时我买了一枝RG 即是JP来的 JP来的 JP JP的Prestige 应该是有花的 有些花 类似这些 但Maple Neck 是没有振臂的 Fixed Beach 我买了那枝 Fixed好一点 你中了要玩Ford Rose 不喜欢 因为我被MusicMan仰华 MusicMan那枝 都可以大阵 但它又像Fixed Beach 我很喜欢它那枝 那款 所以之后买吉他 我都一定是那枝 之后慢慢到今天要说的 这枝 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枝 都不会在这个series里出现 你们可以上网找图 我们很快地说的 其实都很平均 是玩Rock Metal Progressive Fusion 很通常会经历的过程 可能有枝Ibanez 然后会玩ESB 然后试一下Gibson EB4 什么都试 通常都是一些Metal brand的东西 如果不是 Ibanez 继续 Shatter 也有 Shatter 所以一直继续探究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其实是 这枝SER的Modern Plus Modern Plus 为什么会选择这品牌 我觉得香港也有人用SER的 但不算很多 幸好你找我来 我也想说一集 我等了这一集很久 实情要 SER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Fender 去到某一个部分的时候 就算它比较经典的声音 Shatter 也可能做得好一点 有些人说 我觉得 是否呢 我觉得 我需要打手吗 因为它始终跟Fender的定位不同 我用这款Modern Plus 或者我之前可能说的SER的Pro 都跟Strad 是很相似的 但你知Fender可能推出21、22架 这枝24架 又有Strader 还是其他 为什么会买这枝 其实我也很后期才买的 我这枝好像去到2021年 原本似乎有个故事 你原本不是想着买这枝 是的 但是因为是考语到 突然间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有Share 这个牌子 就慢慢变成打手了 不是 要回到17、18年的时候 有一次我找我 可以开名 阿峰 对 阿峰 我经常去琴行留言 去看东西 我刚好那一天 就要买一枝 NJ Janet Johnson的Signature Model 我也等了很久 是 同一天 她的朋友 我就不认识 刚好我先去到水 一来就买东西 当然要先去水 她的朋友就有一支Share 然后我就摸下去 我知道有这个牌子 不知很久之前看是有这个牌子 但是香港比较少 或者比较实物 如果你说Share是通理有的 那你就个人都碰过 是的 那时我摸上手 我便想 哇 她的颗子这么好 然后阿峰做台说 你不要转态 帮你想想 你买NJ Johnson 是的 因为那支 其实都是一个 它现在有Single Hum 但是最初 就是全部都是Single Call 是的 其实我严格进入Fusion那些世界 是 就是 Nick Johnson也有关系 是 就是才再听那些可能 Gavin Govan 是 可能很多 说不完 不同的吉他手 是的 总之全部都是Fusion那些 因为我觉得Jazz Traktor 这些是挺酷的 但是买完回去 我试一下 因为我未有一支SSS的吉他 我未用过 所以 所以再弹一些 可能比较辣的句子的时候 就会觉得 AIRS的Pick Up 其实都不够力 是 Net的OK Bridge 不够力 我觉得Soft 位 或者清位 它是做得很好 尤其是 你说就算是Fender的Bell Tone 其实都有几个牌子 是做得挺出色的 清声位 是舒服的 但是你说要力 所以 为什么会出现 Sing-Sing Hum 这个设计 而且我认为 Sing-Sing Hum 都是近这几年 大小所推出的 你见到GoGo其他手 什么牌子 iGi近年推出很多 我自己这么说 iGi TA Sing-Sing Hum 都是推出这些 最多都是堪声堪 SSH HSH 都是 即使你HSH 其实你都有个 像我这支 都有个Switch Split 可以Sing-Core 一定是 一定是 这个好像是最新 可能可以Fuse到不同的 Genre的音乐 是的 容易做到 一支全面 一支 刚才我说 为什么会买这支 我很喜欢Galbert Goffin 我也有他的 Sing-Sing Hum 上次访问也有说 是很追星的 Galbert Goffin 我当时就是 上网看 究竟买这支 这支 其实不是他的Sing-Sing-Sing 他出了三支 是 但已经不能买了 我上网看 如果你要买那支二手 还要在外国 可能要四万多元 没错 我当时就看 他后期出了官网 这支叫Modern Plus 他这支颜色又像他 唯独是有不同的 好像是最新的不同 我这支是Basswood Sing-Sing-Sing-Singweise 就是Mahogany 这支的水面比较漂亮 有金色 整支都差不多 我记得 我刚才有跟你分享 我怎样有印象 SA vap2有的Sing-Sing bred 是因为它的泪泪是有场itte 是有流走用的 有的 但如果是5999英镑 對啊 很贵 casi600ред 还是3000个英镑 美金或美金也有300元 有一段時間應該跟它結合了一樣 但未有新的 它就曾經叫過它這種 Super Strain 它跟到一模一樣的規格 然後它就叫做Groofen規格 這樣出過 其實這個也是很接近 很接近 改一個規格的東西 你覺得彈奏有沒有那種感覺 即是出來的音調是接近的 但你說現在它最接近的一定是Shavel 我經常兩支都推出 Shavel 那支是Natural Wood 即是天然木裏 沒有造型 它現在再推出了Made in Japan 我就未試過 它推出了便宜一點 都是那些規格 但Shavel有一個 雖然我自己也很喜歡Shir 但Shavel有一個位置做得好的Shir Shavel在這裏再戒 戒多一點 削深一點 削深一點 即是你玩最高格的時候 可以去深一點 因為我再看Groofen的Preview 即是說它自己的Travelle 它說它會方便你怎樣 這裏突然要這樣 坐下去 你會很方便 但Shavel暫時這裏都 它還可以的 而且它都沒有邪臉 即是有些可能會做淺一點 你的感覺入手都入得好一點 其實現在是OK的 但如果現在我彈完Shavel 帶著我來試試 即是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我會覺得是90分和91分 OK明白 一分之差 但它都很高分 OK 你問我喜歡哪支多一點 我都答不到 如果我們這樣說 兩支的比較 當然我明白 越像Groofen 你應該越是開心的 但這支的Tone 你最喜歡的地方是甚麼呢 其實我覺得這支的Tone 可以玩得比較普遍的東西 如果你說手感來說 我都很喜歡這支多一點 可能我今天喜歡這支 明天又喜歡Groofen 因為我每天都轉換 或者玩不同的東西 對 雖然它是說25.5 scale 25.5 scale 但不知為何 Shavel的格子又好像是小一點 跟著頸子又不知 Rosal Maple Neck 大家都有Rosal Maple Neck 跟著它好像又彎一點 我覺得它可以做到Fusion Modern 一點的Tone 不只是彈姜芬光粉 我拿來彈Polyfield 真的挺闊的 我覺得很闊的 不如說一說這支結他 整體整個 由Body Neck 到你Pickup 的選擇 或者是它那些Nopsy 到底有甚麼變化 等等 其實這一支就不是Custom 其實在官網 你按Modern Plus 它都是Exactly 一模一樣的規格 可能我有說錯了 它是Bashwood的Top 然後現在最流行的Rosal Maple 但它那支Rosal Maple 就是它自己獨特的消化 它跟I-Gay的Rosal Maple 也不同 可能跟Travelle也不同 因為每間廠都有分 不同顏色都有分 不同顏色都有分 經過很多討論 對 有很多討論 如何為之Rosal多深多淺 對 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 但總之 這款就是它們的Rosal Maple 它們的Rosal Maple Travelle是叫了一支 我不懂得它的英文 我找回中文叫巴西鐵木 就說好像是 因為巴西玫瑰木是不可以 是不可以再製造的 它就用這支叫巴西鐵木 去代替 這個Pick-up 都是它原裝的 好像SL Standard 還是不知 它是原裝的 沒有說過 就是Standard Modern Plus Standard 都是Locking Tuner 現在最好的 其實就是懶人 懶人也不怕 沒錯 Standard Still Fair 最好的就是 你怎樣推我 我經常推線 那些都不會虧Fat 然後 我喜歡它這個Bridge 現在我覺得很多廠都在用這個 好像iGi都在用 我不記得TM 這個GOTON 510 日本仔的Bridge 我覺得超好 因為我自己不需要 譬如我真的要大一股鼻子 我會拿高份子 是 譬如我要少少那些 這個就已經適合我了 一些簡單一點的Rabato 對 就已經對 感覺 Tranbolo 而且它是穩定的 所以我這支 因為始終Follows在說的就是 你線的Tension 太麻煩了 和穩定性 太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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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說Tune都Tune死了 是啊 你很不喜歡Follows 尤其是As Beginner 其實不是Beginner 你不要說是Beginner 我玩了這麼多年 大家這麼多年都覺得它很煩 頭腿兩邊一起Tune 很煩 我很不喜歡 我覺得很不方便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挺好的 Option 因為我今天沒有開 我沒有開到那塊板 但其實它都壓到下去 對 你在這裡看到 我看到那個 壓到下去 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 我不用Human-ly 或者是Stip-eye Stip-eye是那些 一到Drop 我不需要 所以其實正常 而且它穩定 這個Bridge 我其實不太走音 除了我真的換完線那一下 一定的 我其實便宜在這裏 或者我把袋拿過來都沒有走音 對 我覺得它這件事 對 我覺得方便 Negar的弧度你喜歡嗎? 因為你玩了這麼多款 E-P phone 如果是Gibson 我就知道是厚到瘋了 Ibanez 反轉薄到瘋了 它Strat的Negar 多數都是 不是呀 現在就是為何 世界大戰我和學生都可以 現在iGi全世界的 phone 是A2S的 A2S我也試過 因為我學生有T-Manson那一支 然後有新的那支 新的那支 其實我不記得A2S 今年推出的 A2S 2 2 7 我不是那麼接近 因為我就是老派一點的Ibanez 我知道是很薄的 就很薄的 P-Stage那些 我覺得它像P-Stage的鏡頭 OK 但A2S的鏡頭我就接受不了 我自己 我怕會被人罵 但這個是管台意見而已 你個人覺得A2S不是那麼適合你自己的 我們是不是要這樣說 我怕被人罵 因為我覺得它會 因為我剛推出A2S的時候 我會和你試試 我以為是這樣的弧度 但它也寫著是 即是它比A2S厚的 它是厚的 A2S 是厚一點的 但剛剛我三馬的A2S 它又像這個手感一樣 OK 我不知道它是 可能它是Tune Tune Refined 但這個你喜歡的 我喜歡的 偏似Ibanez 偏似的 我們舊時玩開Ibanez的 它是否呢 因為我又談過Music名字 但我又覺得它 又不是說像這個 沒有一支是像它 這個Sher 就是Sher 它做的鏡頭 所以它還會做的鏡頭 我自己覺得 然後它的Radius 都是10到14 現在都是 每個廠都是這些 你玩 多不多 拿它來錄音嗎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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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我們今天會有 不是拿來Solo用的 吉他 是的 我們都會 discuss 但是這一支 對你來說 是會拿來錄音 錄Solo 如果把位麻煩 如果我有時的歌 輕輕 可能我自己 力榮事件 未必首首歌都 好像順劍那樣花 順劍花我就可能會用 OK 或者當時我常喝AA的時候 全部都用這支 OK 因為你說要 你彈到後面 把位走得很快 對 會用這支 反應快一點 都是這支 都是基本的 有得Split 有得Split 但是Split 那個都不及我 轉頭再說那支 是的 是的 好啊 那這支不如我們又聽聽它 到底是什麼聲音 好啊 嗯 我可以聽聽它嗎 我可以聽聽它們的 這支 的 是 是 我可以聽到 Zither Harp Zither Harp